我愛哭 我愛哭 殯儀館內死者丈夫崩潰痛哭 不敢相信太太進了醫院做手術 卻丟了性命 丈夫哭到差點癱軟 夫妻倆結婚二十年 感情好 育有兩個兒子 小的還在念高中 臉書上有不少一家人 開心出遊的照片 丈夫說太太十四號中午 到南投醫間婦產科 做巧克力囊腫切除手術 施打麻醉後出現痙攣 呼吸困難的症狀 一點半轉送醫院 2點46分呼吸衰竭搶救不治 家屬崩潰一查 才發現醫院裡面 根本沒有麻醉醫師 就只有叫他寫一些 就是要自費的東西 我就是沒有看到說 他沒有簽一些之前 要手術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經過醫院診斷 女子的死因是到院前 無呼吸心跳 呼吸衰竭 哥哥PO文求真相 想知道在診所出事的一個半小時內 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是誰幫妹妹禁洗麻醉 看著護理人員 好好地把他簽進去手術室 出來是一具接近死亡的屍體 看到非常抱歉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進到司法調查 院方低調不願多說 為死者打麻醉的到底是誰 事情發生後 有其他麻醉醫師在臉書上爆料說 許多診所其實都沒有麻醉科醫師 而台灣只有麻醉醫師 與麻醉護理師兩種職稱 根本沒有所謂的麻醉師 要在小診所裡進行手術 真的要小心在小心 而家屬只希望 死法能幫他們 釐清整件事情的經過 不要讓家人死得不明不白 記者綜藝翔 全國外李雲杰 南投報導